而受肺炎疫情影响 为了加强防疫避免人潮群聚感染 简安湘公所取消原本28号要举行的 大型亲民法会同时提前办理了 由市长游淑珍和湘民代表会 村长等人共同为池云山淮恩堂的园区先人上香祈福 期盼可以除疫消灾护佑众生 为避免清明节圣中追远祭拜人潮拥挤 简安湘公所日前通知取消大型法会 提前举办声中追远祭拜仪式 由法师带领乡长游淑珍 公所团队一级主管 截安湘民代表与各村长们 透过送金祈福 为池云塞纳谷塔环保执障 南浦公墓公祠进行追思法会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今年没有通知所有的乡亲 来前来一起做法会的追思 在我们每天的中午取消休息时间 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 以及我们的假日时间 甚至于是四月四号的清明节 我们依然的让我们的乡亲 来做奔流祭拜的活动 今天感恩我们慈云山祈福活动的 这样的一个顺利举行 希望我们带来的是更虔诚的感恩 跟追思我们先人的这样的一个祈福活动 那在这里也祝福我们所有乡亲平安 未避免群聚带来疫情可能性 请将团体祭拜分流为个别祭祀 即日起至四月四日清明节 上午八点至下午五点 假日与中午不休息 提供乡亲分流祭祀 上班族乡亲也可以利用中午时间前来 同时也与淮恩堂前广场搭设 几百千人的供桌及帐篷方便家属使用 记者长方燕简安相报道